E.A. Hi大家好 我是雅雲 今天的影片呢格外的就是輕鬆 而主要是因為其實這支影片呢已經拖了有點久了 應該要前幾天就應該要拍攝以及上傳完畢了 那為什麼拖到現在呢 主要是因為我感冒了 應該聽得出來 但是我前幾天感冒嚴重到就是那種無法爬起床的那種 就是這我...我不知道我怎麼形容 就是反正 我应该会分享一个就是心得跟 也不是心得 就是分享一个故事过程在我的社群平台上 然后再起床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两款雾面的唇彩PK 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的等待 因为其实这两款唇彩已经上市了 然后谢谢大家就是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就是入所 就在等我的分析 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妆容特别淡 我只有上底妆 睫毛膏 眉毛就这样 连眼影腮红什么都没涨 还要上一点修容啦 对然后我今天脸上的粉底液呢 是这个Innisfree的MyFoundation的2.4 然后色号是N21 今天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粉底液 然后主要是因为我过几天应该 就是整个大delay 就我原本应该要在台湾做实测 但是我后来决定就是 时间上没办法就是旅行这点件事情 所以我变成我要带出国 就是我想说今天先擦这一关 因为2.4这一关我不会带出去 我会PK1.3跟3.1的 对 欸 欸 欸 没 1.3跟3.3的 就是他们的遮瑕度都是3 可是一个是雾面 一个是光泽 就是我想这样做两点 呃 就是一半一半的PK这样 那我今天就想说来试试看这个2.4 不过这不是重点啦 我只想说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 假如你好奇我今天脸上擦了粉底液 好 然后我现在嘴巴上面什么都没擦 我现在呢 把它们全部都装在一个篮子里面 然后这两个商品呢 一个是蓝蔻的 一个是YSL的 两个都是公关品寄给我的 那虽然色号不是全部 但是我会分享今天就是我所有拿到的颜色这样 那这个唇膏的全名叫做YSL的奢华断面丝绒唇膏 售价是1350块新台币 然后它总共有15个颜色 那我手上呢 有三支 那它有主打三大的一个特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超丝滑 就是说它是丝绒柔滑科技 再来就是超级物 级物显色配方 再来就是新角度 定制斜角设计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们的包装 我先拿一支就好了 我指甲上面都坑坑巴巴了 所以请不要观看我的指甲 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包装 它其实长得像这样 就是上面是它们标准的金色的这个YSL 就是怎么讲会反光 然后也会有指纹印的这种包装 那下面的话呢是一个完全是雾面 然后上面大家近看可以看到 它这边刻的是它的英文全名Yves Saint Laurent 这样子 然后那开关的话呢 你要想一下这个是朝下 就是这样念才是正确的 所以它的开关是在上面 这样拔开来 拔开来之后呢就是一个就是 一个菱角形的 你就这样旋转上面这个黑色的地方 就会跑出它的唇膏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你一直旋转这里就对了 那兰蔻非常大方给了我非常非常多支 但是虽然不是全部的颜色 但是它颜色给了很多 所以我一手下有点拿不起来 我先随机拿一支哦 它的全名叫做绝对完美迷雾唇膏 然后总共有19个颜色 再加上三个特别色 就是有不同包装的样子 所以总共是 诶 19加30多少 19 20而已而已 总共是22个颜色 然后售价的话呢 是1150块钱 那兰蔻它也有它们的主打 它有主打就是 极致乳霜质地 说它是有极柔的复合成分 就是非常的棉花 而且延展性很好 再来就是前所未有的舒适极物感 它就说是边 这边自己写的 它说突破雾面唇膏 不够滋润 易显唇纹的刻板印象 它里面加了就是锁水保湿因子 还有天然的和和巴油 就是让你唇部是很保湿的这样子 特制高亮度的极物色彩 就是打破湿面上面通常都是比较暗沉的 它们这一次都是做显色粒子 然后比较是高亮泽度的柔光凝胶 然后同时间让色彩 就是让色彩的亮泽度可以发挥到极致 那它这边有特别写到 就是这边写茶色当道 所以它们这一次就是主要是 以茶色的色调基准去做一个设计 然后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创造出来一个 很漂亮有季节氛围的一个秋冬的唇彩 然后比如说它有奶茶螺啊 果茶啊 紫罗兰 然后还有到赤茶红色 就是以茶色为一个主要的设计概念 然后兰蔻它们额外还有三款就是做金属的色 因为近年来就是非常多人流行金属的唇彩嘛 所以它们这次其中也包含了三款金属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般颜色再加上三个限量的金属色 这样总共是19个颜色 我刚刚说19加3 其实下面三个呢就是它们做一个比较不同的包装 就是限定包装总共有三个口红是这个 呃507 157跟388 那我有拿到其中一支 然后今天天气有一点阴天 现在外面再有点下毛毛雨 所以感觉上就是希望大家觉得光线还OK 我完全没有调亮 就是希望呈现比较原汁原味的色彩 那今天的仙女观呢会是一个心得的分析 不是一个带大家出去 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回来跟大家update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实际使用了这两个品牌的唇膏 就是非常多次了 也将近应该有一两个礼拜有了 但是我就是今天想做的就是一个 我完整的分析下来 就是使用这么多颜色状况 一整天擦出去补妆整个状况下来的一个分析 那首先我们先来刷色一下这三支YSL 首先这个呢是11号色 诶它超级无敌宝盒 那再来这个呢是18号色 颜色一样非常的宝盒 最后这支呢是21号的颜色 给大家近看一下 你们仔细看就会发现 它其实非常的乌 而且乌到那种就是 你完全看不到我自己原本底下的皮肤的颜色 就是超级无敌宝盒 然后虽然我涂得不是很好 但是大家可以仔细看到 它其实是真的是非常丝绒的那种妆感 首先呢我先来使用这个11号色 我先做一层打底 因为他们这个设计的颜色上是很饱和的 所以其实假如我要做打底的话 我其实不用擦太多 然后用手晕晕晕 其实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好的给大家近看一下妆感 它其实蛮服贴的 这样子 然后其实他们官方啊 在新闻稿上面有一个教学 就是毕竟它这次做这样子的设计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好奇的是怎么样上妆 那它这边其实都有教学就是说 哦因为它是一个菱形 所以你应该先就是 先用一个平面角 这样去描这里 然后再用另外一个角去描这里 然后最后呢再用这边去描 那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假如这样子的化妆方式的话 就是表示你一定要擦到一个 完全饱和的一个 就是唇妆 就是完全是那种很冷角 就是很怎么讲 不会是那种柔柔的边界 可是大家应该知道 平常我擦口红的话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看起来比较柔和的妆感 然后可能带一点咬唇的画法 所以其实它刚刚讲的这个上妆方式 对我来讲是完全不适用的 就是变成说 我今天假如想擦的像我这样子 看起来日常一点的话 那我一定要靠手去晕 因为它边边是这样零零角角的画 你只要这样一画 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就假如我示范给大家看 你只要这样子 就它会画的 你知道我表达的意思吗 就它会画的很 很饱和 然后很 就是真的很饱和啦 然后看起来的那个 利落感会比较强一点 嗯就像这样 就是饱和画 然后边界就会变成 就是很利落的那种 我怎么画好啊 我都看着镜头画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画好 啊这边没画好 这样就擦完了 它就是变得非常的利落 因为它零零角角的关系 但是我老实说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 它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常常出去之后呢 有的时候我们 比如说吃东西什么 是不是叫补妆 可是补妆的话呢 就会变成说 你这样零零角角的 你很不好 快速的补妆 就会变成你一定要 就是很 因为你没办法这样涂 因为它假如这样涂的话 它这种方形的 你这样涂到侧边之后 它就已经会涂出去 所以你这种 假如你要补的话 你一定要照着它这个斜边 然后斜边对着你的斜唇边 然后这样去补它 就是像它刚刚一开始 就是这边上面稿上讲的 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子去画 假如你不需要用额外的棉花棒 或手去帮助你上妆 或唇笔帮助你上妆的话 你只要用口红上妆 就一定要有这种画法 所以变成说 我觉得其实它外出补妆 不是很friendly 就是它这个设计变成 就是你要很专注的拿着一个镜子 然后在外面就是要这样子补妆 所以这个设计本身呢 我就会打一个叉叉 因为像我本身在外出的话呢 我会希望口红是好补 而且补起来是好看的 但是这个就这方面 我觉得做的没有很友善 然后只是它比较适合 就是假如你要出席大派对 或什么的 这样子的妆感看起来 确实是很利落啦 好 我把它压掉一点 好像没有得压掉一点啊 它压掉一点就还是这么悟 在此也可以跟大家说 它其实掉下来的没有很多 反而在嘴巴上面就是 非常的服贴这样子 刚才现在在我嘴巴上面 这是11号嘛 我现在来使用18号 来做一个咬唇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近期有一个Vlog 就是我在那边倒车 再去围风逛街 然后倒车倒很久 很多人都在问我 倒车时擦的口红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两个 11号加18号 只是我没有擦那么浓 因为我平常擦这个口红啊 啊 涂到旁边了 我平常擦这个口红啊 我不喜欢就是 那么饱和 像它刚刚那样擦 我都喜欢自己用手把它推开 就像我一开始上妆示范那样 我觉得YSL呢 这个唇彩特别适合咬唇 就是 它咬起来的那个界线 很漂亮 就是两个唇彩颜色之间的 那个界线很漂亮 然后关于持久度的部分的话呢 我觉得它其实持久度算是不错 可是不是那种完全不会掉的 你吃东西呢 吃到后来你的内圈还是会掉的 所以它持久度算我觉得 一般在偏高 就是中上这样子 但是还是会掉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妆感呢 就是很漂亮 而且是那种 可以日常的 很自然那种漂亮 当然我现在差点比较饱和一点 可是假如像你平常 你像我刚刚一开始 这样手压的话 其实会好看很多 我示范一次好了啦 因为我现在就是 你知道 我还讲了大家听不懂在讲什么 就是它这款的话呢 我觉得YSL其实比较偏向 你看我这样泄 其实很快就泄掉了 我觉得它在嘴巴上面不会残留 好我现在是干净的嘴巴 那我重讲一次 就是为什么我说话 我觉得它很日常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 可以浓烈 但也可以很自然的 就是你用手推之后 它其实第一好推 第二就是我觉得 它看起来会相对的那种 有一点丝绒感觉的 然后看起来就其实很自然 那你这样擦也 相对就不会那么的厚 那我现在这样子 就是一个单一色的薄涂 它看起来就是 会比较自然一点点 不过我想给大家讲的是 你看我刚才卸妆 我是没有擦护唇膏 因为我找到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有先擦这个LAMARE的护唇膏 但是刚才卸掉之后呢 现在给大家示范这个 我没有擦护唇膏 但是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很干 就是 这里 你能看到这里 其实它是干的 就是假如你本身是 嘴巴比较干 像我本身就是 嘴巴干又有唇纹的人的话 其实这款它的保湿度 没有很好 就 现在还没有到很糟 但是我之前 一开始刚实测的 前一两天的时候 我有用红色的啊 也有用单一粉红色 就是我有独自擦它们过 然后我有试过 就是没有擦护唇膏 跟有擦护唇膏的状况 但是假如你真的没擦护唇膏 然后或者是 你到了下午 是那种嘴巴会变干的人 我告诉你 这次补起来呢 就会有 嘴皮在上面 就是因为它又是雾面的 所以 基本上它的保湿度 其实是不太好的 所以变成就是 你嘴巴的 先前的保湿一定要做好 不然你就会擦了之后 就会这边 会坑坑巴巴的 那我要来分享蓝蔻 那我先试一下 手上的刷色给大家看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外包装 它就是一个非常 雾面的一款 就是黑色的 然后底下这边是一个 金色的 这边写蓝蔻 然后它上面这边 也是一个雾面的 一个就是蓝蔻 它们标准的 那个玫瑰花 那你要打开的话 你就到这边压 它下面就弹出来 你们看到这边就弹出来了 再一次哦 就是你按这边这样 它下面就弹出来 那弹出来之后呢 底下就是金色 然后写上它们的色号 那弹出来之后 你就直接拔这样 拔出来之后 它的唇膏就在里面 就这样 好的 首先这个呢 是82号 再来这个呢 是157 哇天哪 我的刷色刷得有过烂 我的妈呀 然后再来这个呢 是196 哎我手真的不太好画 我往后推一点点 这个呢 是346 346 然后这个呢 是388 然后这个呢 是505 然后这个是506 然后这个是517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我刚才说的 有三支特殊包装 那我其中有拿到这一个 它其实基本上 跟刚刚那个黑色长样 只是它全管 黑色的地方 就变成一个红色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507 这样子 好的 以上呢 给大家看一下颜色 这个呢 是82 这个是157 196 346 388 505 506 517 507 好的 那我现在来擦在嘴巴上 给大家看 我现在拿的是505号 然后边界我用压的 好的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这个是505号 然后我先前呢 都有擦护唇膏 刚才YSL第一次有擦护唇膏 第二次就没有 那这个现在目前有擦护唇膏 所以现在擦起来的效果呢 长这个样子 看起来也是超级无地服贴的 我觉得这款的服贴度 比YSL来的高 一咪咪咪 就这样用视觉的看 那个有擦护唇膏底下的比较的话 这款就是 呃 唇纹上面来说 没有YSL来的明显 我是这样觉得啦 好我现在稍微饱和一点的擦 这款蓝蔻呢 我觉得擦起来就是超级无面 霧到我觉得有一点像Photoshop 就是本人看就觉得 呃好霧喔 就是真的会被 就是真的是超霧 那刚才那个YSL的话 我觉得比较偏向丝绒的感觉 它会有一层那种有点Velvet的feel 但是这款蓝蔻就是真的是MAD 它就是霧 它就真的是死霧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款505是我里面比较喜欢的颜色 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整个 很显牙齿白以外 是一个会让皮肤变白的红色 嗯 因为我觉得霧面的唇彩的话呢 特别是搭配就是红色系的话 我觉得看起来的那个妆感会特别的有气势 对所以比如说 好 她起床了 小妹 有不要跟大家打声招呼 嗯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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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快拍好了 你再等一下嘛 再回去睡一下 好的那我现在来直接卸掉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就是等于说没有擦护唇膏的状态 这款也算好卸的 就是嗯 有没有 就她这款呢 也不会因为说就是 比较偏向雾面持久型的 她比较不好卸 这款的话呢 我觉得 也蛮持久的 但是也是那种吃饭 还是内圈会掉的那个 呃 唇彩 我等于这样子完全没有擦护唇膏 那我们来试另外一个颜色 我知道你们可能对196有兴趣 虽然196这个颜色我没有很喜欢 但是我想说给大家看一下 她这个就是有一点那种 亮橘色了 亮橘红色应该这样这样 好的那这个是196 我觉得她就是 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原本以为我会喜欢她 可是我后来觉得擦在我脸上 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 带一点 有一点荧光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脸上 我觉得有一点点荧光 哈啰 哈啰 再一下好吗 妈妈再一下 妈妈再一下 原本196我觉得会是 就是我想要的颜色 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 就是完全还没刷这些公关品之间 我自己有跑去柜上试了一下这个颜色 只有试这个颜色 然后后来觉得嗯 有一点荧光 我就没有买了 那刚才不是说我比较喜欢505吗 那另外一个颜色 我也很喜欢的是506 所以我现在来擦一下506给大家看 一样我现在没有擦护唇膏 就直接卸妆 直接再上 好的那这个是506 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好看 推荐的颜色 因为我现在这样看 没有很明显 没办法给大家做展示 但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我第一天收到这个公关品的时候 就是两个收到之后 因为我是先收到染扣 所以我就先试擦了染扣 那我还记得染扣第一天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没有擦护唇膏 我直接涂上去 然后就直接 因为那天我就是 嘴巴上面都是嘴皮 所以我一涂上去 那个嘴皮真的是 显到一个不行 所以假如你有嘴皮的话呢 你一定要在擦这款之前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弄掉 不然你用它真的会很恐怖 或者是你到下午 发现你嘴巴有点干了 你在擦这款染扣上去 会超级无敌大的灾难 这款显干皮的程度比 YSL来得高 因为它这款我觉得是因为 它更霧的关系 所以它变成就是 因为我刚刚讲过 YSL的质地比较像是丝绒 就是它妆感也是比较丝绒 然后染扣这次就是超霧 所以变得 你只要有嘴皮 一擦上去就真的很恐怖 就是真的 没办法 就不好看 你就是想要卸妆的那种 它的颜色转移也 只有一点点而已 就是 假如你不是吃东 不是吃那种湿石的话呢 它其实不太会 就是一点点啊 不是那种大转移 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持妆度上 也是不错的 算是中上 就是你吃那种湿湿的 比如说什么意大利面酱啊什么的 这些都还是会掉 可是我说 就一般来说的话 其实基本上 它的维持度算是不错 就是中上 好的那我现在来做一个总结 那总结的时候呢 我换上另外一个口红 这个是兰蔻的507 好就是特殊包装这一款 所以其实兰蔻这系列 我推荐的三个颜色 其实是顺号 我刚才突然发现 505 506 507 这三个颜色 是我觉得兰蔻里面最喜欢的 然后YSL 我刚才忘记讲了 我比较喜欢的三支 因为也只有三支 没什么可以选的 所以我比较喜欢的颜色 反而是11号还有18号 就是我刚才示范的两支 好那我现在来统整了 因为这是做一个心得跟总结 我还写小笔记写在这边 因为其实我这几天 一直在擦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观察 就是每次的状况不一样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只有喝饮料 然后今天可能是吃东西 或是我今天是怎么样 带怎么样的妆啊 搭配怎么样的妆 就是我一直去看我的唇彩的表现 跟我当天比如说 唇部的保湿度 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 去做一个总心得的评估 那我今天示范的 就是只能示范一个妆效跟颜色而已 但是实际上的时差的话呢 我就只能口头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两个礼拜的心得 好的那首先是外色的部分 刚才我不是提及到它有三点 超丝滑 超级雾跟心角度吗 其实我觉得它擦起来来 真的是一种丝绒丝滑的感觉 就是它的妆感 与其说它是超级雾 我觉得说超丝绒感觉会更加恰当一点 然后再来是它心角度的部分 就是它这个心的这个 就是一个创举的设计 因为就我目前了解 市面上好像没有一款是做这种 就是所谓的菱形的这个 就是口红 就是唇彩类似做菱形的啦 好像它们是第一个是吧 我没有记错的话 假如错的话请跟正我一下 但是这个的话呢 是我觉得它确实一个 是个很创新的部分 但是我必须说 这个反而是我今天不想让它过关的原因 叠叠 那首先先讲它的保湿度好了 假如你真的要我评出一个分数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保湿度 大概会露在35分左右 但其实它假如你 就是没有擦护唇膏 没有做好保湿的话 你只要这样一擦上去 它就会就是坑坑巴巴这样 那可是它也可以擦得很漂亮 就是你要把你的嘴巴的保湿度 先给做好 死皮什么都去掉的话呢 它只要一擦上去 确实是非常的服贴 也是漂亮的 所以我觉得 它真的是 有一个前提在啦 就是说你一定要是一个 非常保湿的一个唇部擦上去才会是漂亮的 我觉得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假如你要有一个漂亮的嘴巴 擦上去才是漂亮的 这一点 我觉得没关系 但是重点是 我觉得我不想让它过关的原因 是因为第一它的设计 第二就是也因为刚才那一点 导致我在补妆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的状况 因为补妆的时候呢 第一 通常补妆的时候 你嘴巴上面已经有一点颜色了 很少有人会去补妆的时候 前面再擦一層护唇膏 除非它真的完全的掉光 不然你 旁边留了一点颜色 你怎么擦护唇膏 真的很困难 而且擦起来会变得 你原本底下那个唇膏会被晕来晕去 会不好看 所以通常我擦完它之后 我要进行补妆 就是可能外圈还有 然后我就直接这样涂 可是这样涂就有一个问题 第一 我刚刚讲到 它的这个设计 导致我没办法 就是快速的直接这样涂 我变成我还要这样 零零脚脚的去 去这样去弄它 变成我觉得它是 补妆非常的不友善 就是这个设计会变成 就只有在一开始上妆的时候 会觉得就是 特别的俐落 但在补妆方面 你在外面外出的时候 你想拿出一个气垫 然后就这样补的时候 会变得很困难 变成说你要嘛 就是要手这样去沾什么什么 要嘛就是要用棉花棒 就是我觉得补妆上面 真的不是很友善 然后变得我在外面会有点困扰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 假如我底下就是 就是掉了 但是嘴巴开始变干了 然后我下午的状况之后 直接再给它涂上去的时候 就会 你知道 就嘴皮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款的话呢 我会觉得 市面上面 因为毕竟现在都已经2018了 有太多太多雾面的唇彩 有更加保湿的功效 而且就是真的 让我补妆的时候 是还是漂亮 我觉得我很在意补妆这个部分 就像我之前评论一些气垫啊 我觉得气垫补妆的这回事 补得好不好看 是一个我很看重的重点 因为你不可能唇膏擦一天 就是一整天都不补 通常不太可能 除非你用那种真的是染唇 可能一整天真的不太需要补 或是你本身就比较不容易掉 可是像我本身使用习惯 是我至少一天 假如我擦同一个唇膏 我一定会补至少一次 因为我会出去吃东西啊 喝饮料什么的 假如看起来不是很完美 我就会想要去补它 所以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它是败在 就是补妆的部分 加上它的设计 我觉得真的 假如它设计圆的话 我会觉得好很多很多 我会觉得 或许我会让它过关吧 但就因为它这个设计 真的我觉得操作上面 让我造成很多的困扰 有可能会画到旁边什么的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设计有一点新颖 新颖到 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太喜欢 所以这个针对它1350的价钱 我觉得有更好 因为加上它这些颜色 其实都是一些很基本的颜色 就是 当然你说这都是很YSL标准的颜色 但是你说其他品牌 没有做得出来吗 其实有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这样子而言的话 它并没有一个必买的药 就是必买需要的那种程度 然后再加上它的价钱 就是1350 好 然后再来是蓝扣的部分 那蓝扣的话呢 我想跟YSL稍微同整一点 就是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YSL它比较是 妆感漂亮 擦起来是比较自然丝绒 那因为其实你说真的 它们两个妆感 其实我说真的 真的有一点点像 像到就是 除非是我 像我就是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或者是真的很 很专精 有去研究这些东西的人 我觉得才会看出来一些差别 不然我觉得普通人 然后你问一个路上一个人 随便问 他说不定觉得两个唇膏 是同一个品牌的 也不一定啦 就是假如你这样擦在嘴巴上 其实真的都很误 那我觉得你真的要说出 它们两个的区别 就是YSL是比较是 擦起来是自然的丝绒的妆感 那蓝扣的话呢 我觉得擦起来就是超级霧 然后反而会有一种 霧到很像在拍广告的感觉 因为像我平常大家都知道 我会拍影片 我会拍照片 我会上镜头 其实我觉得它擦起来就是 会让你觉得有点像是那种 就因为它毕竟 它这次代言的那个人是秀制嘛 就是广告人是秀制 那我觉得擦起来 真的就是有一种 广告代言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霧 然后那种 很像被photoshop过 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真的很霧 所以我反而觉得 它擦起来是有一种时髦 然后是一种 广告的感觉 反而没有那么日常的feel 假如你真的要这样比的话 就是反而我觉得 外色会日常感会重一点 好了 再有一点呢 就是我也想要反驳一下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 前面特别特别提到 就是 它这边自己写的 就是突破一般雾面 就是唇膏 然后不够滋润 然后又显唇纹 就是 它原本想要这个设计 是就是说 它是非常舒适的雾面 里面还有什么保湿因子 天然和喝巴油 然后顶级抗老成分 一抹就是抚平唇纹的一个完美质地 但重点是这个 这个我觉得比YSL还干 你知道吗 就是我这几天 试擦下来这么多个颜色 这么多情况下 它假如 我刚才说YSL保湿度 我会给35吗 这个兰蔻我会给20 就它的保湿度更糟 你知道吗 就是我记得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前几天 我一开始在擦的时候 真的是唇部保湿没有做好 一擦上去真的是 你会比外色还想要卸妆 就是 就是它真的很干很干很干 所以我觉得是有 就是 因为这个特点的关系 带来的优点 带来的缺点 优点就是像我讲的 它擦起来就会很像是那种 广告明星的感觉 因为超级雾 很像被Photoshop过 看起来非常的时髦 可是同时间呢 也会让你嘴巴 就是假如你本身是很干 或是有嘴皮的话 会让你嘴巴看起来很丑 就是 很干 就真的很干 所以就这点的部分的话呢 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 假如你要买这支的话呢 拜托你 连这支也是 YSAL其实也是 其实它比较是一样的 就是 假如你要买这两支的话 拜托你让你把唇部先做好 你再去买 不然假如你有嘴皮 你有很重的唇纹 或是你完全不想要显唇纹的话呢 你就不要买这两个了 因为 它们基本上都是会看到唇纹的 就是你仔细看 它们都是会看到唇纹的 就是因为毕竟它们是污蔑的质地 所以 其实兰扣这个我犹豫很久 因为兰扣第一 它的这个唇膏 就是本身就是比较是 那种一般的 这种唇膏的形状 所以在操作上面的话呢 我就比较没有困扰 那YSAL我刚才提到 就是我不让它过关 就是因为它这个设计 是一个我很大的一个 虽然它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可是却是一个我很大的困扰 所以兰扣 我有一度觉得 就是很想让它过关 可是最后我还是决定 就是不让它过关 所以 今天这两个唇膏 都不过关耶 厂商会不想杀我啊 对不起 我还是YSAL跟兰扣了 谢谢公关们 但是 我必须说 这个真的就是 我最后还是不想让它过关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它真的有点太干了 加上现在要迈入秋冬的季节 我觉得这个是前提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 因为现在要迈入秋冬了 秋冬的话呢 我自己之前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就是我之前讲过 就是我喜欢比较光泽的 就是秋冬的时候 擦上光泽的底妆 搭配雾面的唇膏 但也因为秋冬的关系 嘴巴通常又会比 平时来的再更干 所以 我常常会遇到这些困扰 就是我擦兰扣出去之后呢 到了下午 比如说我吃东西 它可能外圈都还在 那我要补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我内圈又比较干 补上去之后呢 就会没有那么的平滑 再加上 它会有一点点色快的问题 就是因为外面的 已经比较干了 然后 你又再涂会有一点点 就是 感觉上没有那么平均 所以我会觉得 这款的话呢 它就是壮干很漂亮 很时髦 可是 在补妆后面的话呢 真的要看每个人的情况 假如你本身嘴巴不干的话呢 或许你不会遇到这个困扰 可是就我嘴巴干的话呢 我使用多次的情况下 其实还蛮多次 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 除非 除非 我把整个抹掉 然后再加上护唇膏 才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所以 我会觉得 就是 在补妆上面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 这么讲 就是 很缺失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 在我的嘴巴上面 是一个很sad的story 所以今天这两个唇膏 我都没有让它们过关 但其实我这个答案 其实犹豫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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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我有一个 也是一个蛮大的重点 卡在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现在都已经2018了 其实市面上 有非常多霧面的唇膏 有很多霧面唇膏 同样也可以达到很好的保湿度 所以我觉得这两款 其实就是妆感 就是它们赢在妆感 这两款都是赢在妆感 可是我觉得 输在就是输在它们的保湿度 然后当然外面是 额外就是输在那个 包装上面 对 但是我觉得 不是包装 就是那个唇彩设计上面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比如说 像现在开架上面 之前有讲过的 Maybelline的 有霧面的 然后之前我分享过的 L'Oreal的 霧面的黑管 金色那个 其实它们擦起来呢 虽然是霧感 可是不会霧到 就像嘴巴很干 当然相对的妆感 就没有像它这么的霧啦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还是不打算 让它们过关 是因为我觉得 它们第一要价比较贵 一千多了 一千一一千三 但是在操作上面 我会觉得 就是没有必要 手刀冲去买啦 还是可以试试看的 然后假如你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你这两个 假如你一定要选一个 你会选哪一个 就先不管过不过关 我会选蓝蔻吧 因为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它擦起来的 那个妆感真的很时髦 就像我平常 假如出去 比如说拍照片 自拍照 我什么的 然后出去活动啊 什么的 擦这款的 那个时髦度 真的很高 就是超级误 对 所以我觉得 假如要选一款的话 我可能会选蓝蔻啦 但是两个都不过关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很昏暗的阴天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喜欢这一期的仙女观 假如喜欢的话呢 记得帮我影片按赞哦 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耐心的等待 因为我其实真的是犹豫了很久 可是我最后还是决定 就是我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那当然我也建议大家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嘴巴 跟喜欢的妆感 能接受的程度真的不同 或许你觉得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picky 跟我比较仔细的一个人 所以我会觉得那差一点点就差很多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就一点点唇纹那种感觉 或者是咸一点干皮 有些人可能还可以接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每个人状况不同 我建议大家还是去靠柜 试试看最重要好吗 那假如你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呢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也记得滑到下方 就是关注我的社群平台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懂我为什么要选蓝蔻了吗 因为它真的好霧 霧得很美 很好 因为 großes 情想从来到 leaders 自行市里头 要给大家感觉 把腊底摆倒上 太好了 宇宙